本周的疫情重点呢 包括登革热跟驱风病的境外移入病例数再创新高 此外目前肠病毒还是处在流行高峰 那肠病毒70疫情的个案还是相当的多 那我们在上周新增了一例肠病毒重症的确诊病例 那大家看一下全国门急诊的就诊人士 目前肠病毒在上个礼拜是来到14291人士 比前一周下降了3.5个百分点 那我们可以看见在7月中上旬达到高峰之后呢 目前已经连续四周下降 但是下降幅度还是相当的缓和 所以目前其实还是在流行的高峰 其他人必须注意 肠病毒疫情我们预期会持续趋缓 不过还是在流行的高峰 那社区的肠病毒型别还是会以克上其A群为主 不过肠病毒其实型病毒还是会有持续的活动 那在登革热部分东南亚跟南亚的疫情 十分严峻 境外娱乐病例我们预期还是会增加 那近期因为部分地区大约且高温炎热 所以我认为国内的疫情风险是持续的 谢谢